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康康一家人对于台湾的了解全透过电视 除了打打闹闹 哗众取宠之外 大爱台的节目显得格外清新 他也发心要把大爱台推广出去 通过大爱台呢 就让我更加的了解刺激 还有那么多刺激人在加持着我们 陆康康学佛多年 平常就爱做善事 汶川发生大地震时 他就前往灾区一个多月 家人尽管担心 但也因以为傲 国家是一个大家庭 哪块有灾难就需要大家去振灾 地震呢 大家都去援助 但我们孩子去 当然我们没那个精力了 但我们孩子去 当然好 就在活动站高一个段落 陆康康也走入了慈悸 最近为了筹备东陵发放的工作 天天晚归 家人同样能够谅解 12月底的发放工作 他也决定放下手边的事业 协助发放 我是一个成都人 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这块土地给了我太多的恭喜 我觉得 而且又有刺激那么好的导师 那么好的一个团体 我觉得我肯定会去参加这一次的慈善活动 善的种子已经生殖在陆康康的心中 刺激的付出无所求 更让他智慧大开 亲也更踏实 此期针灾团 陈香菲李月威 四川成都报道